欢迎大家收看电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特斯拉因加州工人被卡在传送带上的车辆上被罚款 中国汽车研究单位加入比亚迪和长城汽车 争相进入泰国电动汽车市场 随着印尼供应过剩 涅价暴跌 中国矿工感受到了压力 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增长 订单涌入以避免价格上涨 谷歌的下一个顶级车型 Cybertruck会崩溃吗 和本周在人工智能中 请大家收看 特斯拉因加州工人被卡在传送带上的车辆上被罚款 彭博社 特斯拉被加利福尼亚职业安全与健康部门指控 违反了四项安全规定 这项指控是在今年早些时候 特斯拉福里蒙特工厂一名员工 被困在Model Y车内后提出的 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工人进行质量检查时 未能确保将电源切断 导致车门撞击固定的垂直门后 工人被困在车内 加利福尼亚职业安全与健康部门 建议对特斯拉处以18000美元的罚款 以惩罚这项严重的违规行为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正试图在特斯拉的加利福尼亚工人中获得支持 中国汽车研究单位加入比亚迪和长城汽车 争相进入泰国电动汽车市场 南华早报 根据泰国政府的消息 中国计划在泰国建立一家汽车技术和研究中心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卡特尔尔将是全球第四个类似机构 其主要目标是支持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泰国的发展 此举是纪比亚迪和长城汽车承诺在泰国投资14.4亿美元 建设新生产设施之后的又一举措 泰国计划到2030年将其年产250万辆汽车的三分之一 转为电动汽车 随着印尼供应过剩 涅价暴跌 中国矿工感受到了压力 南华早报 由于印尼生产增加导致供应过剩 涅价自年初以来以下跌约50% 这给投资印尼涅液的中国矿工带来了压力 为了吸引投资 并建立竞争力强的电动汽车EV和电池供应链 印尼在2020年禁止了未经加工的涅矿石出口 然而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EV市场增长速度低于预期 导致全球涅市场出现了供应过剩 中国占据了印尼涅液投资的60%至70% 专家认为 丁涅价带来的挑战只是暂时的 投资者在价格稳定后很可能会回归 印尼可以考虑实施政策变化来解决供应过剩问题 例如暂停向新参与者授予采矿权 并优先考虑来自电池采矿公司的投资 由于不需要涅 预计由于不断增长的伊利市场需求 涅的需求在长期内将增加 尽管可能面临来自磷酸铁里LFP电池的竞争 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增长 订单涌入以避免价格上涨 彭博社 特斯拉在11月份的中国交付量增加 因为顾客急于在公司提高电动汽车价格之前下订单 中国交付总计为65,504辆电动汽车 比2022年11月增长了5% 特斯拉一直在中国定期调整价格 这激励了顾客在价格上涨之前下订单 该公司在上海的工厂占其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 总共交付了82,432辆电动汽车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8% 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公司 上个月销售了创纪录的17,150辆纯电动汽车 有可能超过特斯拉 成为全球电动汽车交付量最多的公司 谷歌的下一个顶级车型 Cybertruck会崩溃吗? 和本周在人工智能中 纽约时报 谷歌推出了其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a 它被吹捧为美国顶级人工智能模型 主持人讨论 Gemina是否优于OpenAI的GTT4 他们还探讨了埃隆 马斯克、Elon Musk 最近的行为是否让人们对特斯拉品牌感到不满 尽管Cybertruck有数百万的预定量 这一集的结尾是对其他人工智能新闻的综述 包括打击葡萄酒欺诈的发展 和具有幻觉问题的企业聊天机器人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表示 特斯拉必须尊重集体谈判权利 加拿大环球邮报 挪威1.5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 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投资者 以敦促特斯拉尊重其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利 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控制着该基金 并持有该汽车制造商0.88%的股份 批评特斯拉拒绝接受瑞典工人的集体谈判权要求 该基金表示 他期望公司尊重基本人权 包括劳工权利 在德克萨斯州 那些偷窃电动汽车充电电缆的人应该入狱吗 这是法律规定的内容 雅虎 随着电动汽车EV的普及 充电线盗窃案件不断增加 根据Charged EV的数据 同线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材料 这就是为什么盗贼们利用无人职守的充电站 偷走EV充电器的原因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盗窃铜线是一项州级重罪 如果铜的价值超过2万美元 将面临更严重的指控 避免被盗的最好方法是在家里晚上 给EV充电 专家 特斯拉Cybertruck的坚固结构和尖锐设计 引发安全担忧 雅虎 安全专家对特斯拉的Cybertruck担忧 因为它具有坚硬的不锈钢外骨骼 可能会损坏其他道路上的车辆 并伤害行人和骑车人 上周 在网络直播交付活动期间 6位安全教授和官员观看了特斯拉进行的碰撞测试视视频 需要碰撞测试数据才能得出关于安全性的确定结论 而特斯拉并未立即回应有关安全问题的要求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 他非常有信心Cybertruck对乘客和行人来说 比其他卡车更安全 对中国廉价电动汽车的恐惧 推动了汽车制造商争相推出经济实惠的车型 路透社 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 以应对中国低成本电动汽车的竞争 包括Brill Power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1D Battery Sciences 总部位于德国的Vitim 芯片制造商NXP 西门子 Cellink 以及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Edionics在内的公司 正在开发新材料 硬件和软件 以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 马斯克将斯坎蒂娜维亚对电动汽车的拥抱 与其心爱的工会对立起来 彭博社 在过去一个月里 特斯拉在瑞典的七家维修店 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 原因是不公平的工作条件 这一事件迅速演变成制造商的服务 提供商之间的一系列劳工罢工和封锁行动 本周 这场冲突蔓延到了邻国丹麦和挪威 在瑞典 三分之二的成年工人属于工会 约90%的人在有集体谈判协议的地方工作 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 无法快速招聘到足够的员工 纽约时报 中国正在经历电动汽车 EV行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短缺的问题 因为其经济的某些部分放缓 而对EV的需求增加 中国的EV市场是全球最大 且增长最快的 但该国难以找到足够具备 必要技能和资质的工人来从事该行业 据估计 到2021年 中国需要熟练技术工人的工作岗位数量 是实际合格工人数量的两倍以上 该国的职业培训不足 而大量的大学毕业生 对工厂工作不感兴趣 北京现在正寻求将工人 转移到增长迅速的行业 如EV制造业 为什么这家管理30亿美人资金的公司 正在购买一家专业美容零售商 并出售IT硬件经销商 加拿大环球邮报 莫杰夫·Jeff & O 是MORE投资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 他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 讨论了自己的投资风格 和最近的买卖决策 莫杰夫采用自下而上的投资风格 专注于具有可持续竞争优势的 创造财富的公司 他最近购买了 Flickr Technologies和Auto Beauty 并卖出了Sport和PC Connection 莫杰夫建议新投资者 要有长远的思维 除非他们真正喜欢自己研究 或是专业投资者 否则应避免购买个别股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来看看 最近一些关于汽车行业的新闻 首先是特斯拉在加州被罚款的消息 特斯拉因为一名工人 被困在车内 而被指控违反安全规定 并面临着18,000美元的罚款 这是一个严重的违规行为 加州职业安全与健康部门认为 特斯拉没有确保工人安全的措施 这件事也引起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关注 他们试图在特斯拉的加州工厂中获得支持 接下来是中国汽车研究单位加入比亚迪和长城汽车 争相进入泰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消息 中国计划在泰国建立一个汽车技术和研究中心 以支持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泰国的发展 这是继比亚迪和长城汽车在泰国投资14.4亿美元 建设新生产设施之后的又一举措 泰国计划到2030年将其三分之一的汽车产量 转为电动汽车 然后是印尼供应过剩导致涅价暴跌的消息 印尼的涅产量增加导致全球涅市场供应过剩 涅价自年初以来以下跌约50% 这给投资印尼涅业的中国矿工带来了压力 专家认为 丁业价带来的挑战只是暂时的 投资者在价格稳定后很可能会回归 印尼可以考虑实施政策变化来解决供应过剩问题 例如暂停向新参与者授予采矿权 并优先考虑来自电池采矿公司的投资 接下来是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增长的消息 特斯拉在11月份的中国交付量增加 顾客急于在公司提高电动汽车价格之前下订单 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公司 上个月销售了创纪录的 17,0150辆纯电动汽车 有可能超过特斯拉 成为全球电动汽车交付量最多的公司 然后是关于谷歌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以及特斯拉 Cybertruck的讨论 Gemini被认为是美国顶级的人工智能模型 但也有人质疑它 是否优于OpenAI的GPT4 同时 安全专家对Cybertruck的兼顾结构和尖锐设计表示担忧 担心它可能对其他车辆 行人和骑车人造成伤害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低成本电动车的竞争 对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影响的消息 欧洲汽车制造商正努力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 以应对中国低成本电动车的竞争 一些公司正在开发新材料 硬件和软件 以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 最后是关于特斯拉和工会之间的冲突 以及中国电动汽车工厂招聘困难的消息 特斯拉在瑞典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罢工 引发了制造商和服务 提供商之间的劳工冲突 与此同时 中国经历着电动汽车行业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短缺的问题 因为对电动汽车的需求增加 但工人供应不足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全球汽车行业的一些挑战和发展趋势 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但也面临着一些安全和劳工问题 同时 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继续增长 对全球汽车制造商提出了竞争挑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和我一起讨论并提出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